当然我觉得这对夫妻因为在年轻时候走过婚姻的挫败 所以其实对于子女的一个教育上面 他们会用更好的方式来挽回跟女儿之间的情感 或者是说在家手需要照顾的时候 我们的秀营也提出了适当的一个关怀那个时机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请到的这三位呢 是在剧中其实跟这对夫妻有关的 首先呢是这个秀营 他很有智慧的一个爸爸 我们欢迎朱永德 然后呢要欢迎在其中饰演他们子女的 欢迎江晨熙还有董顺豪 来三位一起上台 为什么说我们这个秀营的爸爸很有智慧 帅吧 所以有美丽的女儿 来请朱永德大帝跟我们分享一下 大家好我是朱永德 大家好我是朱永德 很感恩可以参与 又再一次可以参与大爱剧场的演出 那我这一次又演就是师姐啊就是你左脚的爸爸 其实他智慧是不敢但是我觉得 因为我自己在现实生活里面 我是没有女儿我只有儿子 所以我一直在存我自己有一个女儿 那这个女儿他要有一个叫对象 那他要嫁出去的那种感觉是什么 其实拍了几处下来之后其实我真的可以感受到 每一个女人都是父母亲的早上民主 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她 真的真的非常的重要 那因为秀营的 他从小在戏里面 他从很小就没有妈妈 那等于是这个 所以有很多东西其实就是 应该要教他 应该要严厉 可是又有那么一点不舍 因为觉得他从小就没有妈妈 觉得他好像有缺少了一些 对他有点亏欠 那其实很多东西 我觉得 是尽力想要把这个女儿交好 希望他嫁到这个傅家的时候不要丢脸 那其实心里面也 还有太多的抱恶 因为毕竟家境是很好 那些是开冰店 对吧 在冰店里做一生嘛 所以家里算很有钱 所以 我觉得这样的一种 一种成长长大的女儿 她嫁到傅家其实 我觉得对她来讲是一种挑战 这个是一种挑战 所以这个 这个也是 蛮有戏剧张力的地方 那 请大家手电频道去观想 这是一部好戏 谢谢感恩 谢谢今天我们的大哥 现在我们爸爸的这个气氛 可能在前半段 把女儿交出去之后 还一度呢 为了女儿跟这个 自己的先生当中的一些 争执 然后出面 我想这个角色 从刚刚他分享当中 很用心的去感受 那接下来这两位就是 第二代 杨家雄的女儿跟儿子 首先要欢迎的是江晨熙 长官好 大家好 各位好 其实这次我拍完这个戏 我觉得我个人有一个 很往前的转变 因为从 跟家雄爸爸 还有陈慧姐 本尊相见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两个的关系是 很微妙的 然后很 虽然在开玩笑 但是知道很明显 父女之间的关系 跟感情 但是其实我在看剧本的时候 一开始 我跟那个 韦君姐的戏比较重是 妈妈会跟我抱怨 家雄爸爸的不好啊 然后很多负面的 很压抑的情绪 但演戏的后面才 跟家雄爸爸 比较多的 温馨的感情的 乐观的一面这样子 那所以我觉得 呃 看完这出戏 大家应该都可以有 感情上很好的提升 所以一个家庭当中 有乐观的 有悲观的 对不对 作为子女的 也蛮辛苦 对 但是我们也会看到 这对子女 怎么样从当中去 呃 让两边父母亲都 至少可以被 重视也被关怀到 来我们的这个董 董顺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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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董顺豪 那我在这部戏里面 饰演家雄师兄的儿子 杨耀全 那 这部戏对我来说很特别 因为 人家说 戏无人生 人生无戏 但是 这部戏 这个家庭 跟我自己家庭 其实有蛮大的差别 我的爸妈算是 比较 模范爸妈 他们感情很好 过通演非常的好 那我自己 我们家是三兄弟 但我自己是最小的 所以我在饰演这个 哥哥的角色的时候 那在 与爸爸的关系 与妈妈的关系 与妹妹的关系 其实有很多需要我 重新去提会 重新去揣摩 那 呃 就如一丁姐讲的 其实这一家园 其实彼此都很关心对方 但是可能用错了方式 使彼此可能距离 稍微越走越远 那 这部戏上我有很多的体会 也希望大家在观赏的时候 能够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嗯 来 因为大家看到 这个做我们的是 大哥 其实应该是 现在都演爸爸的戏份 比较多 但是你看这边 那边两位的这边 两位看起来都好年轻的 是戏里的 爸爸妈妈一直这样称呼 非常 这个别人的感触 有没有 博君 你这次应该是整个 这个 演这个角色 年龄化蛮大的一个挑战 对不对 嗯 对算是 就是 我觉得 就还 满开心的 就是其实只有在演大爱剧场 才有这样子的机会 我的第一部大爱的戏也是 就是这样子的年龄层 可以从比较年轻 谈恋爱 然后到 大概后面都差不多六十岁左右 对 嗯 我觉得 我觉得 就是这个对演员来讲 就是 嗯 怎么说呢 就是 很多的人生阶段 是我还没有碰到的 对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 是一个很好的 学习的机会 对 像我记得我第一个戏的时候 可能学习对象 就会是妈妈 但是因为每一个角色的个性 或者是你要给他定位不一样 所以就 我其实这样子就觉得 又有后面 而且我后面 就是很多都是跟女儿的戏 对 所以 我反而回过头来去观察 是我跟妈妈的相处 而不是说只是去 像以前 我可能就是观察妈妈 模仿妈妈 觉得妈妈怎么样 我反而觉得就是 这一次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从戏里面跟女儿的相处 回头去看我跟妈妈相处 就是 其实我发现有一些共同点 对 所以反而在演的过程中 就是还蛮有感觉的 对 更上一层楼的一个表现 然后呢 现在升个威爸爸咯 是 对 我们常说演戏就是在体验别人的人生 所以拍戏的这段时间 我就是 甚至我自己人生的一个很大的转变 所以一次体会两个人的人生 这个转变点 然后 刚好有个女儿 我也是生一个女儿 所以那时候 其实我蛮有感触的是跟女儿的戏 对 不是不想你 不是不想你儿子 是女儿的戏 因为 女儿在戏里面的表现 跟爸爸到后来 比较有开始接触 然后慢慢去了解爸爸 对 可是有一场戏 刚才序话有剪到 就是 其实那场戏是过年的时候 我拿着一堆吃的 还有红包 拿去学校 那女儿住校 住校 拿去给她 她其实又有点不想接受 你知道我前一天 晚上在看剧本的时候 我就哭了 对 我就转头 我就看这场戏 我看一看 我就觉得 如果我女儿长大的时候 也这样对我 我会不会很难过 她用散射住 不让我看到她 然后我就转头 对着我那两个月她的女儿 你以后敢这样对我 你以后试试看 对不对 然后我老朋友走过去 女戏很高 太早了 太早了 但那个戏 突然就觉得 我女儿了 你知道吗 感触就特别的深 但我相信 在座 有女儿的爸爸们 应该从女儿出生的那一刻起 就会 像UP一样 闪得如此的遥远 对 还想象着 如何牵着她的手机结婚礼堂 对不对 好 我相信这一切都在 我们UP的体验当中 也呈现在我们的戏剧当中 谢谢 谢谢五位 谢谢分享